而且我觉得中间最恶劣的就是 民进党明明就是在阻挡BNT 然后就一直要甩锅说是上海 复辟胎的问题 上海复兴的问题 是这个复辟胎疫苗的问题 造了多少的谣 辉瑞有BNT有两种 B1 B2 然后到后来呢 国台办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就当国台办那天说 这就是一个商业合约的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在回应 陈时中那个时候不再讲说 我们那时候跟东洋那个时候采购 不是后来政府要采购吗 什么最后我们是要写台湾 后来改成我国 然后那边就变化 他的意思就是有人 这个复辟胎那边 上海复兴那边 不想要我们看到我国这个嘛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是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的复杂 那这样子既然有郭台铭出来 郭台铭他可以去处理这个第三方合约的这个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然后陈时中就说是 老共那边在作祟 然后我最近看到了德国 他们自己的就BNT他们 他们讲的话是 他们觉得台湾的政府 这边在玩小动作 因为中英文稿写的不同 英文稿里面写台湾 中文稿里面就硬是要写我国 他觉得这个各方在交涉这个过程里面 德国政府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是一个商业合约好不好 所以是你们跟B 是台湾这边你们跟BNT 以及跟这个上海复兴里面 他所牵涉到的是这个框架的问题 他们没有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的意思 是我们一直在政治化 然后到了最后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 他在今天一大早发了这个声明 是因为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好像蔡英文要给大家各方的一种印象就是 你看这个郭台铭都说 得到这个陈时中 得到这方面的配合了 好像我们现在就看郭台铭吧 所以郭台铭就被逼急了 好吧 就说台积电 我的确切消息是民进党去 劝台积电买 但是不管怎样 我就结果是好的 结果本来500元去变1000万机是好的 对台湾人来讲是好的 所以都好 只要愿意捐愿意出钱我们都感谢 郭台铭愿意出钱我们感谢 台积电出钱也感谢 都感谢 那至于郭台铭有什么 这个我一直在纳闷说 你也不过是前天才发一个脸书感谢 怎么一天多就发了这个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假如说你是两个礼拜以前 我已经这么低之下感谢 两个礼拜还没有效果我火大 这么两天呢 我想想是不是郭台铭知道说台积电要买了 这个消息很难完全守得住秘密 郭台铭他就知道说那你什么意思 我搞半天你都不住我 你怎么去鼓励他呢 他董事会还通过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郭台铭突然脸书上 这个艾德美登书 来这个 等于是这个逼宫 但是我觉得结果是好事 结果对台湾人是好的 因为你现在至少 看起来是有一千万剂的BNT 也许不是一次来 也许分次来是好的 BNT是不错的疫苗 拜登是打这个 川普也打这个 对不对 AIT我讲过 台湾的AIT在四五月也打这个 AIT都打完了 那至于蔡英文昨天 前天不是打电话给黄光琴 跟那个什么贾永捷 贾永捷感谢他们 安慰他们 为什么 因为网军去围剿 这个贾永捷跟黄光琴 就你这故意给政府难看 他捐那个呼吸器 怎么会给政府难看呢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 他重点搞错了 他不是去安慰贾永捷 安慰黄光琴 他应该制止这些网军 赖信德就讲过了 蔡总统你好好地管你的网军 好不好 你蔡英文就会变成网军头 都听你的 彻翼啊 什么一堆就听你的杀谁 就杀谁 都这样搞 台湾怎么可以这样搞呢 网军这样搞下去 1450彻翼名嘴 害了蔡英文也害了台湾